真要命啊 周一到周五要上班 周末还有加班 要把你没过的考量轻松点 没想到就更累了 好羡慕你啊 还有心情考业务 对了 安妮姐的邮件我看过了 怎么样啊 殷勤道歉了吗 补偿没有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代表咱们二十二楼 集体鄙视她 她不光道歉了 还说要赔偿我呢 那就好 盈盈 这次呢 你千万不要轻举妄动 不然就打乱安妮姐的计划了 我根本没法插手 应其答应安妮姐了 说五一一务必让我暗示回家 可是离五一还有不到一星期的时间了 她除了自驾带我回去 还有什么办法呀 你说路上这么长时间 我们俩肯定得说话的 你们俩还有没有机会 恢复成以前的关系啊 盈盈 我明白了 这安妮姐之前列出的那一二三四 目的就是把你和应其往一块凑 让你们两个能有单独相处的机会 那既然这样的话 等会儿凡姐回来 你就问问凡姐 这一路上你需要带些什么 注意些什么 最重要的就是怎么通过这次机会 跟应其把误会解释清楚 嗯 等凡姐回来我就去问她 问我什么呀 凡姐回来吧 凡姐 这五一应其要自驾带我回家 这一路上我们俩肯定得说话 我要说些什么啊 我要做些什么准备啊 经过这次以后 我都不知道该跟她说些什么了 这么多问题 总得一个一个回答吧 嗯 那你一个个告诉我呗 盈盈 你去开一下门好不好 好 嗯 谁啊 干吗是我呀 反正你也不是来找我的 我不给你看门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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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怎么样 怕了吧 来 别伤道了 打架 我会怕你啊 我跟你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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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打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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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这死了 我 我君子不跟你小人斗 你知道吧 我不理你 那不代表我怕你 我逼你凶 你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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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什么话 就你最凶好怕怕 就你最流氓 你走开 你怕流氓呢 你流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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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拉笔小心呢 拉笔 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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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找你啊 找你找你找你 你闭嘴 你一来你准出乱子 你干吗 光光 是这样的 我上回信的你说 你要去读那个什么 M MBA 对 MBA 你报了没有啊 还没呢 但我已经找好了 我这几天出差太忙了 我明天就有时间了 我打算先去旁听一下 跟杰克试试 要是没什么问题的话 我就 交钱报名了 好 我 我跟你一起去 你去报名 我去砍价 我再交上几个 准备接手家里价产的朋友 怎么知道我也给唐克团扣家里头了 细脚伶伶的原规说过 越富越吝啬 那你呢 不吝啬富不起来 不爱钱没有财运 我小宝贝 让我再看看你 可爱对小兰娜 那你走开 你这个女章王 莹莹 有句话啊 敌人的朋友不一定是敌人 敌人的敌人也不一定是朋友 你要是把我和曲小小绑到一起 那我今天晚上肯定会难过得睡不着觉的 可你刚才跟他俩都这么火热 就是在助长他的火焰 我一开口就说他闹乱子 我结尾还骂了他一句女流氓 中间我才跟他说了几句正经的话 你也不想想我平时是怎么对你的 这样你可冤枉死我了 有道理 我好像真的是那种恩将仇报的人 恩将仇报 这 这没这么严重啊 不知道 昨天小曲把她给抽骂了一顿 还把自己身上的责任推得干干净净的 说小邱颖恩将仇报 不然她会这么生气吗 盈盈啊 对不起啊 要不我去跟小曲说说 有问题 反常 我很反常 我反正能连狗都嫌 大家都嫌弃我 凡姐 你说我这是怎么了 我为什么会这样的 小邱颖 你呀 真性情 直肠子 遇到感情问题 心情不好了 会把气撒到朋友头上 可是朋友他不是树洞 你说得多了 难免会不耐烦啊 你像光光这样的真朋友 会当面向你指出 还有一些呢 一生气不肯忍了 继续帮你 有些人脾气不好 就会一边帮你一边骂你 可是你仔细想想 大家都是为了你好 对吧 这个事情呢 你不要这么早地下定论 等到心情平静下来 认认真真地 再从心看这个问题 就会变得很客观了 我就是觉得 我为什么总是 这么不走运啊 之前白主管也是 现在殷勤又是 我真的不想牵涂一朋友 我也不想抱怨 可是我控制不住 我就不明白了 可是我好不容易赶上殷勤 他喜欢我 我喜欢他 我怎么没有变成这样了 之前的教训还记得吗 人到了穷途末路 走极端是难免的 可是越到这个时候 就越应该为朋友着想 别等到关系破裂了 再想着事后弥补 那可就难了 说得容易 做的时候就难了 人究竟要修炼成什么程度 才能把自己的情绪控制自如啊 难呢 安迪 昨天凡姐已经教育我了 我这段时间脑子太糊涂 情绪太反常了 经常会冒犯到你们 我真诚地跟你们说一句对不起 凡姐还跟我说了 人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 不能因为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 不能因为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 而去伤害到自己身边的朋友 对不起啊 安迪 如果以后你有什么看不惯我的 你可以直接骂我 我都会听你的 没关系 你这样子多好 不过 你既然这么说了 那我会两个提议给你 有点不中听 但我认为你应该相信我 好 第一 殷琴跟你之间的关系 你没有错 第二 殷琴是一个思想比较保守的人 所以我认为如果五一你们两个在一起开车回去的话 不管你多努力 他都不会改变对你的态度 你要有心理准备 哦 谢谢安迪 谢谢安迪 我还在做 我看安迪的路 我听见了 我都听见了 我之前怎么说来着 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 啊 来 稍呼吸 好 控制 别哭别哭 哭了 装花了就不好看了 你还要放这堵钟 我自己的便宜 我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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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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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